有兼于地方上许多弱势独佬需要观察协助 郑国市也提供了法会共评物资 透过仙女人参孟儿服务处进行发送 希望传递爱心与温暖 孟儿在这边相当的感谢我们郑国市 郑国市在这一次的疫情 他也是办了一场很大的一个法会 我们的助手师务他希望说把这些物资 然后给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独居老人 能够有一些物资 对他一些关怀 所以他特别自证了100份的物资 在参孟儿医院的服务处 参孟儿这边来发放给我们需要协助的我们的长辈 此次物资发送活动在重阳节这段期间进行 截至昨日有召册的长者都领取完毕 目前还剩余许多物资 先愿参孟儿也请有需要的民众 都能够与服务处来做联系 我们已经有召册的他 在昨天已经全数都领完 那现在目前这边还有将近四五十分 我们希望说有需要的人也可以打电话 到我们的医院服务处 2651600 如果说您不方便过来取领的话 我们的服务团队也会将您送到服务上去 所以只要你卡一桶电话 如果你们需要一些物资的协助 我们参孟儿医院服务处的团队 会马上来为您的服务 先愿参孟儿也特别感谢郑国师的爱心 提供物资照顾地方弱势毒老 而重阳节降至也祝福长者加解愉快 医长和尚丰肯定活动发起的善心 让若是独老们在今年重阳节备 悲感温馨 在此也祝福地方长辈 重阳佳节快乐 记者卢宇凯主山采访报道